18年一部暗黑且真实的异世界翻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男主的依据我不拯救世界 只管杀哥布林更是让人记忆犹新 如今哥布林杀手第二吉他来了 故事的开始发生在冒险者工会里 如今已是神官成为冒险者的第二名 而冒险者也越来越多 看着离去的新手队伍 这让神官想起曾经被团别的小队 这时旷人加入了两人的谈话 紧接着蜥蜴人也来到了工会这里 就在蜥蜴人好奇男主在哪里时 说曹操刘备就到 如今的男主也因狩猎哥布林而变得远近闻名 这时男主来到前台小姐姐这 承接起了哥布林狩猎任务 在确认任务无误后 接着掏出一大袋钱买下了大量药水 紧接着为不同效果的药水做上不同记号 这时一名蜴人新手冒险者问起众人这是在做什么 悉人解释为了避免拿错药水 所以事先做好记号 因为使用时未必有时间能逐一确认 将药水归还后 男主提醒妹子千万要小心哥布林 最好先从驱除老鼠的任务先做起 了解后 妹子向男主道谢后便离开了 就在众人离开工会后 一位红发少年迎面撞上了神官 旷人刚想要呵斥少年的行为 怎料脾气火爆的少年扬言 要用火球轰了众人 吸引人见状 只好安慰说最近的新手越来越多 会有形势轻率的人也在所难免 时间来到晚上 哥沙小队也狩猎完哥布林回到了小镇上 随后男主来到工会 只有灯光 再弄清楚不是哥布林后 接着男主就来到前台小姐姐 这开始报告 狩猎的哥布林数量 当男主开始描述 用何种方法击杀哥布林时 一旁的少年刚想要记下 却遭到男主的阻止 只因笔记 万一被哥布林抢走后 会有麻烦 少年意识到 眼前的男人正是哥布林杀手 于是向男主请教起 杀哥布林的方法 怎料男主直接拒绝了 就算教了你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随后问起早上的仆人女孩情况 在得知女孩老实做驱除老鼠任务后 男主也放心了许多 接着问起一旁少年是谁 小姐姐表示 少年刚成为冒险者没多久 并且想要一个人歼灭哥布林 得知少年荒唐的想法 男主坐不住 于是让少年在工会住下 怎料小姐姐却表示无能为力 见状只好让少年随他而行 在男主的带领下 两人回到了牧场 向牧牛妹说明了情况后 收留少年一事 却遭到叔叔的拒绝 只因在叔叔眼里 刚注册没多久的冒险者 就跟路边流浪汉没区别 此话一出少年直接就炸了 眼看叔叔态度如此坚决 于是男主打算让少年 住在自己租下的仓库 并且有男主本人监视着他 眼看男主如此坚持 叔叔也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两人来到工会 男主本想带少年 从驱除老鼠任务做起 而少年却执意要歼灭哥布林 男主也不打算理会少年 转身走向众人 怎料神官上来就表示 他有机会升级 但因为贡献度不够 导致无法升级 众人推测 是几人都是赢等级 而神官却是黑铁等级 意识到是等级差距之后 精灵推荐神官 找白瓷与黑药的队伍组队冒险 这想法也得到男主的同意 就在这时 少年却跳了出来 嘲笑神官是个 只会躲在队伍后面的混子 神官当即就反驳了少年 就连蜥蜴人也看不下去 少年却不服了 认为区区哥布林 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时 一位迎击冒险者站了出来 提议少年却试着歼灭哥布林 但要由一旁的神官当队长 哥布林这种生物是没有雌性的 想要繁衍后代 就必须抓来人类女性 眼前的少女 正被哥布林当作玩物一样虐待 好在少年的出现 将女孩救下 正当少年为女孩松绑时 下一秒却直接傻眼了 就在之前 为了完成赌约 割杀一行人 来到一处营地 而此次的委托人 便是眼前的大叔 大叔本在几天前 委托了一支队伍 讨伐哥布林 但久久不见队伍回来 于是找到男主 作为这次任务指挥的神官 首先向大叔询问了 哥布林七夕的遗迹 是个怎样的地方 大叔表示 就在不久前 有人发现这里的工具 被哥布林偷走 追上去之后 才发现了遗迹 接着大叔告诉众人 往北走一小端路就能到达 不等大叔把话说完 男主就说出 那是一处灵木 紧接着 神官又问起 先前出发的队伍 是什么等级和阵容 大叔记的队伍 是由白瓷 以及黑药组成 有着蜥蜴人战士 和神官战士 还有魔法师 以及神官的队伍 在得知队伍里 有两名女性时 蜥蜴人猜测 队伍顶多存活两人 情况最恶劣的 便是全面 随后几人来到陵墓前 出发前 少年一直催促着 众人赶紧进去 而少年的话语 勾起了神官 不堪回首的记忆 为了以防万一 神官让众人 分成三列各两人 进去之前 必然是少不了 老规矩涂哥布林血 快速将其中一只击杀后 紧接着精灵的弓箭跟上 少年健壮也想要加入 于是念起的咒语 却遭到了神官的制止 在神官的命令下 精灵快速将房间 各个大门堵上 很快 大部分的哥布林 就被解决完了 然而神官的细腻做法 引得少年不满 神官只好解释 不每个房间 逐一处理会有危险 之后 众人来到一处房门上 家有绳子的房间 几人一眼就看出 就在几人思考改变线路 又或是破解陷阱时 这时的少年再也忍耐不住 不顾众人的劝阻 打开了门 怎料门后掉落的残肢 却直接让少年傻眼了 少年发出的尖叫 也成了哥布林的警报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声少女的惨叫声 只见少年像发了风似的 朝着声音源头前去 当少年来到声音源头时发现 一名少女正被哥布林虐待 这一幕 直接吓得少年 释放起了火球 解决掉哥布林后 少年就开始为少女结绑 然而 大的还在后面 紧接着 周围出现了大量哥布林 少年刚想要告诉众人 这是陷阱 下一秒 弓箭与斧头 就招呼在哥布林头上 救下少年后 几人打算带着少女离开 然而 前脚刚解决几只 就有更多出现 这时 作为指挥的神官却慌了 拦主见状 只好接下指挥的众人 他让神官释放圣光 前锋则交由蜥人负责 他自己则对付巨人 只见神官释放起了圣光 顿时周围怪物都被瞎了狗眼 蜥蜴人连忙清理开道路 众人见状 也都开始撤退 当男主来到巨人面前时 发现对方并非是哥布林 于是连忙开溜 临走前顺手用油 将巨人给点燃了 另一边先行撤离的神官 众人来到了一处死胡同 稍作调整之后 精灵与男主也跟了上来 令两人没想到的是 巨人的生命力意外的顽强 几人会合之后 男主表示 他需要水 这时 再释放一次圣光 圣光 雨来 只见巨人身体 开始快速结冰 对此男主的解释是 加热的岩石 预冷会开裂 而刚才扔出的密钥 刚好能吸收水和体热 接着蜥蜴人 快速将巨人右手砍下后 他就犹如带宰羔羊 等待着男主的审判 解决掉巨人之后 剩下的哥布林 自然不在话下 委托完成后 众人回到公会进行庆祝 酒保贩族后 就在两人讨论 救下的女孩情况时 少年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他认为 女孩即使活着 也没用 因为输在哥布林手上 这也会引来 其他人的瞧不起 少年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 正是因为他的姐姐 以前就是这样 不同的 则是他的姐姐 被哥布林的毒人给刺死 说到这神官 立马就想起了 曾经被团蔑的小队中的法师 接着少年便倒头睡去 这时男主 留下钱后就离开了 之后 一人来到小巷子中 懊悔了起来 因为亲手给了 少年姐姐痛快的人正是他 男主为了让新手冒险者在战斗 不会轻易死去 于是亲自下场 教导新人使用投食所 就在男主监督两人的时候 慕牛妹带着午餐来喂劳众人 男主健壮 也只好放下工作 打算先吃午饭 这时 枪冰找到男主 询问战士的去向 男主解释 战士正带着新手冒险者 下洞窟去了 了解后 又问起了男主晚上是否有空 在得到慕牛妹的许可后 男主表示问题不大 另一边受到其他 高级冒险者训练的几人 纷纷累的瘫倒在地 仆人妹子更是表示 早知道会这样 宁愿选择跟男主学投食 少年却认为 跟着男主不会学到东西 明明是个迎级冒险者 但却只对付戈布林 性格还非常古怪 这时一旁的新手妹子 看不下去了 他认为虽然男主性格是古怪了些 但总比什么都没做 却说三到四的人要强 这时神官拿来午餐 犒劳众人 就在几人享用时 神官问起了 仆人妹子的队伍情况 仆人妹子解释 因为队长的缘故 队伍已经原地解散了 虽然如今只能一个人行动 但他没有气馁 因为出人头地的梦想 就是支撑他的力量 说到这神官 想起曾认识的一位魔法师 梦想着有朝一日打倒龙 时间来到晚上 男主也如约来到酒馆 再点上三杯酒之后 战士与枪兵讨论起了异性的话题 比起这个 战士则更喜欢圣骑士的 久过三巡后 几人讨论起了各自的梦想 战士梦想成为国王 但碍于没有学问 只好放弃追求 他认为 即使能当上国王 也只是个笨国王 反而还会给百姓带来麻烦 即使从现在开始学起 不但没法去冒险 还会给队伍增加麻烦 而枪兵则立志成为最强的冒险者 只因这样 就能受到美女的青睐 同时还能为世界注意 接着 枪兵问起了男主的梦想是什么 我曾经想成为冒险者 枪兵疑惑 这不早就是冒险者了吗 一旁的战士 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这就是想做的事 与非做不可视的区别 第二天负责教导少年的旷人 问起少年 会用几种法术 以及能够用几次 少年表示 只有火球术一种 且只能用一次 旷人告诉少年 他拥有的皱纹 其实不仅只有火球一个 只因火球术 由三种真言组合一起 才会变成火球 所以 他其实有四种法术 接着他告诉少年 施法者的工作 不仅仅是永畅皱纹 而是使用皱纹 时间来到黄昏 这时 一名在营地附近的大叔 偶然发现了一个土堆 当他正要靠近时 却发现 背后竟藏有一只哥布林 大叔二话不说 就结果了他 却在这时发现 哥布林已经学会了 打地地动 怎料下一秒 身后藏着的 几只哥布林 便发起了攻击 另一边正在叫导 新手的男主 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声惨叫声 惊艳老道的他 立马意识到 是哥布林来袭了 迅速将一只哥布林击杀后 男主也与神官成功会合 就这样 男主一直猎杀哥布林 到夜幕来临 而大伙也都相安无事 这时周围传来许多惨叫声 当下情况 法师提议 让所有人集合会比较好 而男主负责的那批新手 如今在广场待命 于是腿脚最快的精灵 则负责前去传令 如今虽然清楚 敌人是哥布林 但却不知对方的大本营在哪 这时蜥蜴人告诉众人 哥布林的地道不止一个 往往是四通八达 从洞口返着 找才是最省事的 战士当即决定 从最近的地道找起 然而 众人还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便是这些新手该怎么办 思考再三后 战士决定留在地面保护新手 则由男主等人进去地道 这时神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那便是哥布林的真正目的 并非这里 男主也被神官的一番话点醒 接着神官就打算 前去营救少年那批新手 这一观点 也得到了蜥蜴人的赞同 哥布林的大本营固然重要 但毕竟新手 也不能见死不救 与此同时 一伙新手正有说有笑地讨论着 全然不知 危险已经来临 随着女孩的尖叫 几人也发现身后的哥布林 将女孩从哥布林口中脱离后 发现女孩已经咽了气 看着这群杀红了眼的哥布林 完全没有实战经验的几人慌了 与此同时 男主等人也来到地道中 随着精灵监听到脚步 众人立马做好战斗姿态 这时 一只哥布林萨玛 开始念起了咒语 法师见状 立马迎唱起咒语 展开了魔法咒 哥布林杀死后 男主想到一个办法 画面一转 战士就下了一伙新手 不等众人有喘息机会 紧接着就出现了一只 体型壮硕的哥布林 然而 在战士面前 仅仅只需要一刀 就能拦腰斩断 与此同时 之前遭到袭击的新手 如今 正被哥布林追杀 就在南海打算休息时 却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给砸死了 看着倒在血泊中 的同伴 还不等众人搞清什么状况时 紧接着 就被几个石头砸了 这时才发现 哥布林都爬到树上 就在哥布林发出嘲笑 打算慢慢折磨死众人时 突然一道亮光 亮 吓了哥布林的狗眼 利罗将哥布林解决后 众人才发现是神官小队 然而 不管他们怎么杀 哥布林都从未停止出现过 少年见状 开始分析起局势 四周分布的哥布林 让少年意识到 一发火球造成的伤害是有限的 结合起矿人的教导 少年立马就想到了办法 他连忙招呼众人捂住耳朵 等一切就绪后 哥布林也因少年的这一嗓子死伤一片 另一边男主的办法 就是在地道上方开一个洞 但前提是 需要哥布林逃往深处 得知后 蜥蜴人当即面前皱纹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如今 他们只需等待地道内皱纹效果减退 然后再释放魔法 将水冻住 使其膨胀 地道也会随之崩塌 之后在地面上找出巢穴 一网打尽 事情告一段落后 神官等级也提升到了钢铁级 而少年也与仆人组成队伍 一段屠杀着这里的哥布林 尸体也堆成了一座小山 而事情起因 仅仅只是男主为了能够放个假 就在之前 精灵收到了一封白子家乡的信 信上的内容则是 精灵的妹妹要与她的表哥结婚 而男主几人也受到了邀请 神官也答应了参加这场婚礼 一心想要猎杀哥布林的男主 刚想要拒绝 就遭到了神官的制止 毕竟受邀参加别人的喜事不得不去 之后便将事情缘由 告诉给了柜台小姐姐 而精灵也希望柜台小姐姐 到时候能够参加 出发之前 另一名小姐姐 希望男主将手上的两单任务做完 在教堂的地窖中 救出许多被哥布林囚禁的修女 为了运走地上死去的修女 男主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 等待第二天马车的到来 经过这一段时间 与哥布林的战斗 男主感觉哥布林狡猾了不少 就像是突然获得了智慧一样 这时矿人搬来一块石碑 然而上面的蚊子两人是一概不知 决定之后再调查一番 这时并没有发现 哥布林踪迹的精灵回到了这里 接着 神官便释放了新学来的技能进化 只见一只无形的手包裹着众人 瞬间衣服上的血迹就消失 任务完成后 男主就回到了牧场 并且将受邀婚礼仪式告诉了牧牛妹 而牧牛妹也被精灵受邀参加 之后 众人来到水之都 打算在这里乘船前往精灵的故乡 出发之前 男主将前面找到的石碑 带点了剑之圣女 看着上面古老的文字 男主询问起 上面是否有关哥布林的记录 圣女表示 一时半会分析不出来 需要进一步详细解读后 才能确定 听罢失去兴趣的男主 便转身离开 临走前 圣女得知了 男主要男上前往 参加同伴的婚礼 而圣女指 希望男主穿越河流时多加小心 只因她收到好几次 有沉船的报告 随后 男主在这里休息一晚后 第二天就划船男上 而听了圣女的劝告后 男主决定制作一些长枪 以防突发事故 就在男主进入一片峡谷时 男主察觉出不对劲 几人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突然头上不断有巨石落下 其中一块 更是来到神官头上 紧急时刻 神官连忙支起小帐篷 只见精灵妹 朝着高处拉弓射箭 接着就有哥布林 以及狼吊下 与此同时 旷人也没闲着 他一边将酒倒入水中 一边吟唱 不一会 就召唤出一只水精灵 使船行驶速度加快 因为看不见哥布林在哪 男主只能朝着高处 不断投掷长枪 不等几人从危险中脱困 很快就被哥布林 搭建的水坝给拦住了去 只见哥布林 开始半场开香兵 其他哥布林健壮 也开始落井下石 关键时刻 矿人再次召唤水晶 打算强行将船只抬过水坝 然而 单靠矿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就在神官不知所措时 看着水坝上的头骨 神官立马联想到 进化技能能够去除污垢 进化 众人脱困之后 就找了个落脚点 暂时休整 之后 几个女生也换上泳装 打算到水里抓点鱼 就在几人下水后 男主也开始搭建起帐篷 时间很快到黄昏 精灵妹告诉众人 他们所在的位置 正处于村落与森林的交界处 用不了多久 就能到达村子 随后几人 也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 负责守卫的男主 发现一旁的动静 下一秒 就有一只精灵出现 他警告男主 这里是精灵的领地 这时 蜥蜴人与矿人也醒了过来 看着三人冒险者的身份 精灵意识到 昨日与哥布林 战斗的正是男主 接着他掏出一只 从哥布林身上 爬出的箭矢 询问众人 对精灵妹做了什么 因为这箭矢 是精灵妹独有的 男主不想多逼逼 并为其指名方向 精灵也在帐篷中 找到刚睡醒的精灵妹 随后几人 便出发前往部落 一路上 精灵聊起了男主 只因男主的 哥布林杀手称号 难免会多起来 两人谈话中 让神官意识到 精灵一族 似乎不把哥布林当回事 前台小姐姐解释说 精灵寿命非常长 老一辈的精灵 都目睹过诸神之战 其中步伐有 魔神邪神魔王龙 相比较起来 哥布林自然就不值一提 这时 精灵告诫众人 最近有断合之物 来到村子附近 那是一种潜伏在丛林中 惹不得且极为罕见的存在 时间很快 男主一行人 也来到了精灵村落 精灵告诉几人 热水以及午饭都准备好了 接着问其几人有何打算 男主打算先解开行李 以防哥布林出现 而精灵妹决定 留在这里等她的姐姐 蜥蜴人和矿人 则打算填饱肚子 就在两人闲聊时 精灵妹的姐姐出现了 她从外观推测出 男主就是哥布林杀手 接着感激了男主 一直照顾她的妹妹 并告诉男主 如果找到一位技术高超的侍候 可以随时抛弃她的妹妹 不等几人多聊 这时 一位成发精灵出现 而男主一眼就认出 眼前的少女 曾是她在巨魔手中救下的女孩 之后 姐姐将精灵妹拉到一边 想让她放弃冒险者的工作 不仅工资低微 随时有危险 队伍里也都是些蜥蜴人跟矿人 然而精灵妹并不在乎 说到这姐姐 也不好再说什么 怎料周围开始地动山摇 巨大的树木也被推倒 古老生物摩克拉 闯进了精灵的村落 而精灵们也是束手无策 毕竟这种上古生物 也不能随便射杀 这时细心的男主发现 摩克拉背上的哥布林 蜥蜴人提议将哥布林击杀 这时精灵妹的姐夫 连忙招呼众人进去躲避 好在精灵妹出面劝说 众人才得以能够大展拳脚 随后精灵妹迅速占领高点 拉弓射箭 随着箭头命中 哥布林也掉了下去 但摩克拉的脚步 并没有因此而停下 只见蜥蜴人释放龙吼 让摩克拉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 旷人吐出一口酒 释放了鸣顶 摩克拉瞬间变得迷糊起来 接下来就轮到男主上场 他先是朝着摩克拉释放的烟雾弹 遮蔽视野 然后又利用绳子 将摩克拉绊倒 眼看对方倒下 神官连忙过去救治 之后 男主来到哥布林的尸体旁 向精灵妹的姐夫询问起 附近是否有其他存落 姐夫表示 附近没有其他存落 偶尔只有前行的冒险者 但基本都是有去无回 时间来到晚上 精灵妹的姐姐 劝他放弃冒险者的工作 毕竟人类的寿命 对于精灵来说 是极其短暂的 精灵妹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 但毕竟是自己的朋友 另一边几人闲聊时 男主提出 打算到森林深处走一趟 讨伐这里的哥布林 蜥蜴人提议走水路 然而他们没有挡箭牌 走水路 无疑跟送死没区别 没办法的两人 只好求助于对里唯一的法术师 旷人表示 本可以让风精灵帮忙 但可惜他跟风精灵合不来 精灵妹姐夫表示 他可以让风精灵帮忙 另一边见之圣女 也解读出了碑文的内容 但内容男主 应该是不感兴趣了 接着 圣女吩咐一旁的修女 拿来执笔跟性格 第二天一早 男主就准备好出发 猎杀哥布林 临行前 精灵妹姐夫给了男主 一瓶复活剂 叮嘱男主在森林中 千万要小心 毕竟在这片森林中 自然也有可能是敌人 进入森林深处的男主 一行人 很快遇到了哥布林 随着一声令下 顿时埋伏在周围的哥布林 纷纷向男主这里发起攻击 就在哥布林以为取得胜利时 下一秒 船上的两人又动了起来 紧接着 男主从一旁窜出 迅速将哥布林抹了脖子 而男主的队友 则躲在小船后面 前面开着小船的 只不过是蜥蜴人的龙牙兵 随后 蜥蜴人也加入了战场 看着地上被击倒的哨兵哥布林 男主意识到 这只是偶然的遭遇战 他们的老巢并不在这里 之后男主再次往深处进发 看着树立在周围的尸体 男主意识到 离老巢不远了 很快 几人来到一处水闸前 等到天黑雾散去之后 精灵妹迅速干掉 正在巡逻的哥布林 看着地上掉落的精良武器 男主还以为 哥布林也会锻炼 旷人认为 在这不可能 毕竟这周围相当潮湿 用不了火 不用法术 绝对干不了锻造火 这时 精灵妹从哥布林的尸体中 翻出一把钥匙 然而尝试过后 却发现打不开 只见精灵妹掏出一大把钥匙 接着开始尝试打开大门 而哥布林身上钥匙 则交给了神官保管 很快 大门锁被破解开 几人穿过幽暗的走廊 来到一处 不断延伸下去的楼梯 男主当即决定下去看看 在通过危险的楼梯后 几人来到一处房间 然而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神官 只见一个精灵妹子 在这边碾压至死 想到甚有同伴血液 和粪便的谁引用 精灵妹不禁吐了出来 如此恶毒的做法 男主推测 这跟抓住摩克拉的一样 应该是哥布林萨满之类的尸法者 将尸骸放进水流中后 神官默念起了道瓷 几人穿过危险的楼梯 发现了一扇 还在运作的电梯 看着大门一旁的机关 神官想起 替男主保管的钥匙中 就有类似符号 于是照着钥匙上符号的顺序 依次输入 紧接着厚重的大门 缓缓打开 随着电梯不断运作 众人也很快到达顶层 然而 外面已经聚集了大量 正在开会的哥布林 听着外面的动静 几人立马进入战斗准备 随着大门打开 几人立马冲了过去 男主上去就秒杀一只 接着两只 随着士气高涨 其他几人 也都陆续斩杀了哥布林 这时精灵妹 发现了怪群中的哥布林萨满 随着战斗的时间被拉长 几人也都开始出现了疲软 而哥布林的数量 就好似杀之不尽 无奈的神官 只好释放起圣光 哥布林哪见过这阵仗 于是开始纷纷跳墙逃跑 精灵妹也抓住机会 射伤了萨满 受伤的萨满 连忙释放起了烟雾 进行反击 被烟雾裹挟的几人 很快就感到呼吸困难 等到烟雾散去 哥布林趁机发起攻击 几人也是相继倒下 男主也因此被哥布林刺伤 看着眼前的惨状 神官一时间 回忆起了不好的记忆 但很快就振作了过来 看着哥布林流出的血 突发奇想的他 想到了净化技能 看着趴在地上的萨满 神官一时间慌了神 因为他没想到 本该是个救死扶伤的技能 如今却成了杀人技 男主更是过来捕刀说好杀 紧接着喝下精灵妹姐夫 给的复活技 反手就把欺负队友的 哥布林给宰了 几人重整旗鼓后 打算先离开这里再说 随后 蜥蜴人为几人加了的bug 接着一口气穿过了 哥布林裙 来到围栏边上 就在哥布林 以为男主几人 无路可逃时 几人转身就从边上 跳了下去 借助旷人的法术 几人也是缓慢着 落到地面 然而在上面的萨满 并未死去 就在他打算 指挥哥布林继续战斗时 紧接着 电梯发出急促的震动 与此同时 一伙冒险者 正在对付 曾被封印住的魔物 因为他们收到 来自剑之圣女的来信 圣女表示 地狱的传送门 已经连通了人界 虽然被施加了封印 但打开 只是迟早的事情 之后 男主一行人回去之后 精灵妹的姐姐 也举行了婚礼 男主 本想劝精灵妹 与她的姐姐团聚 然而精灵妹并不在意 因为离乡这段时间 对于她来说 就好比人类离开家 两三天这般短暂 哥沙这次不打哥布林 反而还猎杀起了海怪 对于海怪的评价 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哥布林 也这么好收拾就好了 就在之前 哥沙接到了一次 哥布林袭击鱼场的任务 来到才发现 原来是愚人 被当成了哥布林 而袭击鱼场的 也并非是他 而是大海蛇 得知不是哥布林后 男主也打算溜了 但其他几人却表示 不能坐视不管 之后便来到海上 对付大海蛇 然而精灵妹的攻击力度太小 对海蛇病毒奏效 就在队里唯一的 ADC失去作用时 男主站了出来 只见他长矛一致 瞬间海蛇就被扎了个透心凉 受机的海蛇 立马展开了反击 神官见状 释放起了圣光 海蛇被吓得连连后锁 被击退的海蛇 再次向几人发起攻击 就在他浮出水面的瞬间 神官再次释放起了圣光 接着蜥蜴人顾忌重施 就在海蛇分神之际 旷人连忙丢出一包粉尘 然后开始吟唱 在水精灵和风精灵的帮助下 海蛇被打了一个结 此时众人 只需拖到海蛇窒息即可 紧接着海蛇便倒了过去 之后男主就回到工会交差了 并且向小姐姐解释了事情 来龙去脉 轮到分配报酬时 蜥蜴人选了一个精美的 马脑龙头骨 而精灵则选了一块金属 打算寄回到村子里去 神官则是选了珍珠 打算奉献给地母神矿人 则选了根独角 毕竟他施法时能用上 至于男主则是选了个贝壳 送给了牧牛妹 第二天男主就受到了哥布林委托 而委托人正是圣女 二十只且每只身上都有纹身 因为圣女要前往王多的缘故 所以这次任务内容并非歼灭哥布林 而是担任圣女的护卫 之后男主几人正式出发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就在几人休息时 圣女找到正在守夜的男主 曾被哥布林糟蹋过的圣女 如今闭眼都是哥布林 对此男主也只是简单安慰了两句 这时口渴醒来的神官 发现了男主两人 怎料下一秒周围就传出狼吼声 神官连忙穿起锁子甲 开始叫醒其他人 将圣女送回马车后 他唯一能做也只有为男主几人祈祷 很快哥布林就出现在周围 男主顺势将哥布林击落后 接着就进行了补刀 就在附近哥布林越来越多时 怎料剑却卡在了哥布林的尸体上 无奈的他只能抄起木棒 对着前来的哥布林就是当头一棒 面对数量众多的哥布林 几人只能采取防御姿态 这时蜥蜴人想到了个办法 随后就绕到了哥布林的后方 接着男主就让神官释放起了圣臂 哥布林健壮也是直接发起冲锋 直到他撞到了南墙 精灵妹顺手补刀后 蜥蜴人召唤出的龙牙兵也赶到了现场 接着轻易就击溃了哥布林 解决掉哥布林之后 男主将其中一只哥布林背后的纹身 都割了下来 就在他轻点数量时 发现这是一群流浪不足的哥布林 并且很有可能有幸存者 因为规模数量对不上 以及他们身上都没有存粮 之后几人来到王都 而进城的人都要写下名字与目的 当看到男主的迎击狗牌时 一开始的士兵还不相信 直到他看到圣女之后 士兵立马就老实放行了 哥杀一行人终于来到王都 就在蜥蜴人打算找个旅店住下的时候 圣女邀请几人在神殿里过夜 被此几人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而男主也没有意见 顺便打算借用这里的图书馆调查点事情 就在圣女要为男主带路时 旷人则表示当下应该先吃晚饭 无奈的圣女只好等几人吃完饭回来 而这时神官却表示 他想要去一个地方 之后三人来到一间小餐馆 这时矿人看出男主似乎有什么烦恼 男主解释说他最近这段时间 没办法专心于消灭哥布林 明明猎杀哥布林是他的职责 但却因为经历海战合作护卫而感到开心 所以他很迷茫 接着矿人劝说男主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 一无所知的活下去就好 蜥蜴人也劝男主人的一生 非做不可的事并不多 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另一边神官来到以前被团灭的小队主 死去的法师目前 说完神官便转身离开 出于好奇心 精灵妹问起对方是谁 以及是个怎样的人 神官解释对方是以前的同伴 只是当时还没来得及了解对方 就已经去世了 随后精灵妹便拉着神官前去泡温泉 这时一位身穿铠甲的妹子 引起了神官的注意 心想是这里的士兵也就没多管了 就在两人换衣服时 神官的锁子甲引起了精灵妹的注意 神官称这件锁子甲有特殊意义 之后在两人泡澡时 精灵妹想起这里还有蒸汽浴池 出于好奇于是打算过去看看 最后只剩下神官一人泡澡 这时一个短发妹子找到神官 她察觉出神官冒险者的身份 神官以为对方是在找队友 于是直接给拒绝了 然而妹子并非这个意思 她只是想问点问题 用的什么装备以及等级 这些神官都一一告知 得知后妹子便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神官泡完澡 打算离开时 却发现衣服以及装备都不见了 负责人一番调查后发现 前不久就有人穿着神官法袍 离开了这里 这时神官发现了他的钱包 而在里面竟被塞满了各种宝石 想到第一次被男主夸赞 是因为穿上那件锁子甲 神官一下没绷住 直接贪坐在地 回去后便将事情告诉了大伙 圣女找到男主 并将男主需要的书也一并带来了 接着告诉男主明日 他将会去城堡与国王开会 因为与国王是儿时玩伴的缘故 他打算将神官锁子甲 背到仪式上报 说完这些便离开了 第二天大臣就向国王报告了 有雨时坠落至凌峰一事 国王想要派人前去查看情况 然而前往凌峰非常困难 说到这里 国王只好打算将这个任务交给男主 就在大臣们报告国家相关大事时 圣女告诉国王 他的朋友在浴场被人偷走了神官符 以及锁子甲 国王战术性咳嗽 然后表示会派人去调查 怎料一个女仆突然闯入会议室 表示有个马夫 早上接到了个女孩 出发北方的委托 但是却在半路上 遇到了哥布林的袭击 马夫本打算带着女孩逃跑弹 女孩执意要留下战斗 之后马车被掀翻 女孩也被哥布林抓走 马夫逃回城内 本打算找帮手 却得知了 那个女孩就是国王的妹妹 一旁的大臣 想要派兵救援 但是国王不想因为自己的妹妹 偷溜出城堡 偷了神官东西 同时还被哥布林抓走这事 而派出军队 因为这种丑闻 一旦被他国知道 那么对方很有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再加上 当下又没有能信任的冒险者 这时 马夫指认出被袭击的地点 正是前往凌峰的半路上 而神官响起 那里正是死之迷宫 瞬间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果然是哥布林吗 就由我去吧 男主听说了 王妹被哥布林抓走 于是向国王毛遂自荐 前往营救 临走前圣女找到男主 接着将他记忆中的部分迷宫地图 交给了男主 因为迷宫深处 充满魔力与瘴气 所以地图只会知道第四层 而迷宫的心脏也在第四层 但要是前往更深楼层 可能有去无回 紧接着将一段酬带交给男主 而这便是前往迷宫深处的钥匙 之后 男主一行人快马加鞭前往迷宫 很快几人来到马车被袭击的地点 并且在这里 神官捡回了他的神杖 根据现场发现 这里并没有血解 也就意味着 王妹很有可能被活捉 回去当生产机器 又或者是活祭品 过了不知多久 男主一行人 终于赶到了迷宫前的一处废墟 穿过废墟后 正式进入到迷宫当中 这时 蜥蜴人提议 搭乘升降机 职工第四层 然而下一秒 几人就察觉出 有哥布林靠近 随着一只又一只的哥布林死亡 精灵妹的见识 也用得差不多 面对着没完没了的哥布林 男主直接扔出一瓶油油 紧接着点燃了哥布林 越过火堆后 男主一边吩咐几人打开门 一边掏出卷轴 随着卷轴内的魔法发动 哥布林纷纷都被吸进魔法阵之中 之后几人来到 一处漆黑的房间中 在这里就连精灵妹 也都是伸手不见五指 并且 打火时也不起作用 几人 只好摸黑不断前进 很快便发现了升降机 与此同时 在迷宫外的林峰这里 勇者一行人 接到国王的委托 于是来到这里 面对着达便式的怪物 贤者想来一发 何报解决掉 然而遭到一旁的勇者的制止 只因这个山脉被轰掉 那么背锅的将会是他 这时贤者发现 眼前的怪物 之所以行为痴呆 或许是他能够吸收生物并学习 只是这次吸收了哥布林 而这些哥布林 都是男主利用卷轴转移过来 另一边男主告诉众人 他事先调查过 哥布林身上的纹身 发现是连他也没见过的种类 但可以肯定的是 对方之中 一定有数式之类的 这时精灵妹听见 下面有声响 推测哥布林的数量 大概有20只 并且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为了安全起见 男主打算拿消毒药水 做个防毒面罩 这时神官表示 他的圣光也能起到同样效果 接着为几人施加上一层buff 这时电梯也到达底层 旷人利用法术照亮了周围 看到了周围死去的冒险者 以及正中心的王妹 男主一个火把 扔向了更远处 等看清阵容后 神官发现 对面头目居然是神官 看着被小弟们不断被斩杀 神官哥布林 命令手下前去支援 殊不知没了圣臂的保护 这些哥布林就是渣渣 这时神官发现 对方并没有祈祷之类的行为 而屏障却依旧坚挺 看着地上的血迹 以及周围由血液组成的魔法阵 立马就意识到 这是利用祭品生成的屏障 当即就释放起了净化 清除了周围的血液 很快屏障便消失了 没了依靠的神官哥布林 想要利用王妹作为妖邪 然而男主是何许人也 上去就是一个段子绝孙角 接着就是一棒准 割杀一行人救下王妹后 吸引人发现 周围的皱纹 似乎是用来复活邪神一类的 紧接着精灵妹催促众人 赶紧离开 然而男主并不打算 放过这里的哥布林与党 这时的神官哥布林 还吊着最后一口气 但也只是风中残竹 就在其血液滴落在权杖上 不出意外的话 出意外了 一只巨大的手 从哥布林尸体上破体而出 神官当即就认出 这是上级魔神的手 魔神之手 只见手臂开始凝聚魔力 下一秒便朝着这里 释放起了暴风雪 吸引人连忙活在神官身前 神官见状 想要使用奇迹 但遭到蜥蜴人的劝阻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用不了法术 旷人看着地上的血 立马想到办法 接着召唤出血精灵 制造了一面冰墙 简单补充药水后 男主询问众人进攻 又或是撤退 毕竟手臂不在他们任务范围之内 怎料下一秒 手臂就主动朝几人发起攻击 手臂也似乎不打算放过众人 男主只能选择迎战 神官先是来到一边 吸引注意力 就在手臂冲向神官时 接着男主再由半路撒下胶油 手臂被瞬间划倒 男主本想用钩锁牵制 怎料手臂却奋起反击 将男主顶在墙上 好在男主并无大 这时 圣女给的绸缎 正好可以启动升降机 手臂想要再一次释放暴风雪 关键时刻 旷人为吸引人补充了一点能量 这才得以召唤出弯刀 接着再由精灵妹 将弯刀射向手臂 将事法打断后 男主拽动钩锁 紧接着神官打开升降机 男主一个大力出奇迹 将手臂甩向电梯井 然而手臂并没有如众人所想坠落下去 反倒是开始不断往上爬 神官连忙释放圣臂阻挡 在手臂的不断尝试撞击下 圣臂很快出现了裂痕 神官也随之倒地 好在这时升降机来了 在双重夹击下 手臂直接被挤成一坨答变 当几人逃离迷宫来到出口后 点前的荧幕让众人瞬间傻眼 竟有大量哥布林围堵在这里 几人也因先前一战 被榨干了身体 就在男主打算硬刚这大量哥布林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而在王都某个地方 一位地中海大臣正与一位邪教徒交谈 企图献祭公主复活魔神后 拿下王国 就在两人畅想未来史 突然一艘船闯进了这里 来人名为金刚石骑士 邪教徒立马召唤出许多怪物 然而男人并不把这些怪物放在眼里 过了不知多久 在工会内内 前台小姐姐三人正在闲聊 他听说了王都有个邪教徒据点被捣毁 并且还听说了王妹要皈依地母神 要成为一名神官 而在男主这边 他感叹经历了这么多 还是没有改变 无非就是接受委托猎杀哥布林 救出俘虏 但这也是他的侄子了 只要这么做 就什么也不会改变